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没有使自己脱离平凡 那么我就自杀 看着在场学生很多负荷和赞许 两小生很诧异 他没有想到现在的学生如此厌恶平凡 即便这些孩子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不平凡 他困惑 难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吗 或许你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这本小说以整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革为背景 讲述陕北双水村 孙少安 孙少平兄弟为改变穷苦命运 努力奋斗的故事 而同时穿插了黄土高原上近七十个人物的悲欢离合 一群就像我们一样的平凡人 苦难和宽容背后伟大的精神总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思考 什么是生活 种种背后我们为什么生活 我们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部小说在1986年出版后凭借惊人的销量和强烈的社会反响 获得了第三届《矛盾文学奖》 被誉为《矛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 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即使现在也极具时代意义和现世价值 文中你看不到华丽的语言 也没有离奇的架构 更没有匪夷所思的情节 以琐碎见洪流 以巨变现平凡 一切就是两个字 平凡 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人 平凡的生活 平凡的感情 还有平凡的故事 接下来我将以孙家兄弟苦难中的奋斗史为主线 一步一步地带你体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三位 艰难的人生 停滞的人生 和平凡的人生 我将以书中的故事为例 和你一起思考 当我们面临这些困境时 如何找到答案 如何通过读书和思考去化解当下的烦恼 如何重新定义梦想 通过逐梦来走出生活的舒适圈 如何在生活的魔力中认清自己 在失败中认清平凡 相信你会对当下的人生有新的感悟和收获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本书的内容吧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烦恼 比如 女孩子们抱怨减肥不成功 男孩子们沮丧 工作不顺心 父母们忧愁孩子还没对象的 这些生活中琐碎的烦恼 组成了我们的日常 但是大多数人大概没有在这个年代体会到 衣不遮体 食不果腹的真正的人生之苦 而17岁的孙少平 一直经历着比这更艰苦的生活 1975年23月 细蒙蒙的雨夹杂着雪花 飘洒在贫瘠的土地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 看来就要过去 而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在平原县城高中 因为各自家境的不同 饭菜被分为夹衣饼三种 而只有两个黑高粱面膜的饼饭 通常是孙少平的饭食 他脸色黄瘦 脸颊塌陷 连一身合身的衣裳都置办不起 浑身上下透着捉襟见肘的穷酸 少平常等到人群散去 最后才来取自己那份并不体面的饭菜 他在班上个子最高 却长觉地矮人一头 他能忍受劳动和饥饿 但无法忍受贫困给自尊心带来的伤害 尽管这个年代 黄土高原上没几户人家是条件好的 但是少平的家境 在双水村也是出了名的困难 老祖母年近八十 瘫痪在床 父母年纪大了 挣不了几个公分 妹妹生了公社初中 吃穿用度又增加了 姐姐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 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 还要常靠娘家接济 家里那么多口人 却只有一个全劳力 大哥孙少安 少安才二十三 他虽在生初中时考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却为了家人 十三岁就辍学支撑起全家 明明还是个孩子 却才一转眼成了大人 痛苦 烦恼 迷茫 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 一切都太苦了 太沉重了 他简直不能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 但为了扶起这个烂包的家 少安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 他能坚持下来 离不开这几个人的影响 第一个是与他的青梅竹马 田润液 润液家的条件比少安家好太多了 他去了县城读书 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两人动情之时 孙少安的理智将他拉了回来 润液是个好姑娘 少安不能不动心 但是润液太好了 好到少安不敢接受 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靶子 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 一块生活呢 生活的巨大反差 使他理智而现实地 斩断了这段彼此牵挂的感情 他逃避了 甚至没有给润液任何解释 他悄悄地 迅速地迎回一个 能够给家里带来 实质帮助的山西媳妇 贺秀莲 而润液也在挨墨心思下 答应了和他门当户对的婚姻 干部子弟向前 相比于哥哥的牺牲 弟弟少平无疑是幸运的 他有了比哥哥更多的学习机会 因此分外珍惜每一次的读书 对知识也分外渴望 通过读书 他了解到大山外面更为浩大广阔的世界 不愿意再坐井观天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他渴望逃离这个窘迫的空间 到远方寻找新的生活 但如同三毛曾说 我们反抗所不肯承担逆境 恰是使我们一次又一次成长的动力 在高中能够纯粹享受读书的日子里 少平常常吃不饱饭 穿不上一件像样的衣裳 自尊心还要受到伤害 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 但这段时间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 少平懂得了不少事 结交了朋友 获得了友情 开阔了眼界 抛弃了许多香巴老师的偏见 在最贫苦的日子里 少平从未抱怨读书苦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看世界的路 读书让他自信 班上同学都喜欢听他讲书中的故事 这让他感觉不再低人一等 受到了某种重视与尊重 读书让他思考 国家的不幸 社会的动荡 百姓的苦难都使他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中 知识的力量让他变得更加成熟 也昂扬向上 在少平暂时与家分离时 他遇到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田小霞 他出身良好 见识卓越 关心时局 热爱读书 小霞告诉少平 他父亲曾对他说 一个中学生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 这样才能开阔眼界 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 这是很可悲的 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女孩子是少平的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 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能自立的时候 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 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 虽然从表面上看 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的更广大 对人生看得更深刻 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 有更高意义的理解 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 有书读的少平 相对于因生活压迫无法读书的少安 心境更加宏大 当读书的时光被更多有趣的灵魂占据 被更为广阔的世界征服 因此少了无病呻吟 安抚了忧心焦虑 丰富了思想愿景 创造了更多机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少安少平的经历很遥远 但不可否认 每个人虽然出身千差万别 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自己 这种夙愿是一致的 而读书 即使在当今社会 也是改变大部分人命运的最公平的路 获取更高的学历 也足以成为弥补大多数人原生家庭缺憾的捷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年考研考博的人数居高不下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只是凡人 如果不是出身名门或家财忘惯 读书便是相对最公平的路 帮助平凡的我们实现我们梦想的路 亲爱的朋友 当你对现状不满 当你经历挫折和不幸 当你不知如何去接受失败 当你一时找不到排解的良药 你会选择用什么方式突破苦闷和困境呢 如果一时误解 建议你不妨沉下心读书试试看 这样即使被环境和现状绊绊住了双脚 也绊不住思想 思想不灭的人就会有希望和曙光 有人说 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抢不走的 一是读尽大脑的书 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 不知道你是否拥有这些宝藏 但孙少平两样都有 他本质上虽然是农民的儿子 只是他心中有股渴望 那就是挣脱和超越他所在的阶层 高中毕业后 少平先是回到双水村教书 住在家里时 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 有个头疼脑热 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 而每当他一个人独处时 面对天老地荒的山野 一种强烈的愿望 就不断地从内心升起 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 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 他老感觉 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 他才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 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 一直盘踞在他的心中 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加深 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 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 要不他就可能会丧失时机和勇气 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 现在正当年轻气盛 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 哪怕他闯荡一回 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 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坦然无悔了 想到这里 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乡 他来到城市谋生 过上了像流浪汉一般四处揽工的生活 这是靠着这种卖力气的苦活 而且每天的收入微不足道 在最初外出闯荡的日子里 繁重的劳动曾让孙少平一度精神麻木 所幸 这个已从阅读中尝到甜头的青年 终究还是捧起了心爱的书本 挤出每分每秒 如饥似渴地去汲取书中 那些能够让他成长壮大的精华 是的 他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 但他明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 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 恰恰相反 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 通过一段血火般的洗礼 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 而酿造出的生活之秘 肯定比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更有滋味 在弟弟找到人生路的时候 一直憋屈地背负苦难的哥哥邵安 已经受够了没有奔头的生活 反而另有一番作为 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邵安愤懑地抗议 像地壳中的熔岩一样沸腾着 这是一粒被苦水泡胀了的种子 而此时 全国上下都充满改革开放的希望之牙 这让邵安看到了机遇 1979年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国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 作为生产队长 他表现出惊人的才干 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 接着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 这让双水村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有了好转 孙绍安想要致富 老同学在高中搞基建 他想要绍安往工地上拉砖头 拉一回就可赚400元 头脑灵活的绍安 贷款买来了拉砖的牲畜 在工地里开始了新生活 赚了钱后 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发现城市里有很多房子要建 因此他想用赚的钱建窑烧砖 就这样 绍安越来越大胆 盖起了新窑洞 日子越过越红火 成了公社的冒监户 大量的财富涌入了孙绍安的口袋 孙家困难的家境也有所改善 但他还是按捺不住 一心想要扩建砖厂 新办的砖厂不能只有那么几个人来操作 于是家境困难的村民们找到了孙绍安 想要在砖厂里干活 心地善良的孙绍安也都答应了下来 孙绍安靠自己的力量不仅改变了自家的困境 也让更多穷苦的农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少平少安都是好样的 身为农民 他们不好高骛远 而是坚持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无论是泥泞 塌陷 还是遇到多么沉重的压力 他们总是负重前行 他们永远是这样一种人 既不懈地追求生活 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 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 支撑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呢 对于绍安来说 是物质富足 生活红火的梦想 他的每一次勇敢和心情 都离梦想更近一步 因为时代洪流滚滚前进 所以他实现得更快 比预想得更好 少平拒绝了哥哥希望他回家帮忙 给他提供稳定生活的建议 对于这位饱读书籍的年轻人 因为没有家庭的牵绊 他可能比绍安更加勇敢和不顾一切 他的梦想更高一层 心更大一些 那就是走向更大的世界 触摸更真实的社会 找到更好的自己 不论在任何时代 只有年轻的血液 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 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 有过自己的少年义气 有过自己的青春的梦想和冲动 但是当今时代 让我们对梦想不再有纯粹的执念 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很幸运 我们不再有饥寒交迫之苦 甚至有着最好的读书环境 信息技术的发达 让我们即使无法行万里路 也能领略到大千世界万般精彩 但生活中太多的诱惑 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过多的选择 反而成为我们前进的阻拦 所谓的现实安稳和佛系心态 常常会让我们沉迷眼前安逸 在该拼搏的年纪 却丧失了将梦想化作前行的冲动 成长至今 大部分人按部就班上学工作 甚至一出生就享受父母的安排 一切似乎都变得轻松了 舒适圈正在杀死你的梦想 也正在杀死你自己 邵平来到自己不熟悉的城市 从最底层做起 吃最便宜的饭 做着最遥远的梦 走着最苦的一段路 他不知道梦想何时会实现 但他知道自己在不断接近梦想 邵安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用勤奋的双手和灵活的头脑 硬生生地让孙家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是没有停止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你现在的努力 也许未必会换来惊天动地的成功 但如果每天沉溺在幻想中不思进取 那么以后你必定不会成功 反而会痛苦和后悔 时间都去哪了 当年的我在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 不在我们能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 踏实行动起来呢 至少经历了过程 就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抱憾终身 生活往往是这样 当你以为一切努力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往往在前方的未必是曙光 而是猝不及防的转折 在大城市当临时工的孙少平遇到了转机 同城矿物局要收二十个人去大雅湾挖煤矿 一直欣赏少平的曹书记举荐了他 让他从临时工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工人 他不知道的是 这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和危险 在井下操作的时候 生死往往在一瞬间 然而这些又黑又脏的矿区 在少平眼中 却变成了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 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而他也正享受着和田小霞之间的爱情 两人一个是穷苦农民的儿子 一个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儿 一个成为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煤矿工人 一个成为虔诚光明的省报女记者 但多年的梳理之交 让两人有着精神共鸣 少平没有像哥哥那样 因为原生家庭和社会地位逃避爱情 陷入热恋中的两人无话不说 他们谈论着过去 也规划着未来 他和小霞在梨树下蒙约 两年后就在今天 在同一个时刻 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 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赶到这个地方 再一次相见 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少平和小霞会相伴一生时 变故发生了 有一天 少平收到田小霞父亲的电报 他做梦也想不到 他的小霞在抗洪第一线报道时 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 田小霞的死对于 孙少平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但少平没有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 相反他立刻返回了工地 对他来说 如此沉重的精神创伤 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 只真没有在那一刻停留 时间继续走向前去 只是永远不会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 而少安也在经历一场劫难 他带了款 扩建机器制砖 并扩造了许多村里家境困难的农民 来砖厂干活 眼见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变好 但没有想到还是出了岔子 在砖厂初建时期 由于缺人 少安招来了一位制砖师傅 但没有想到这位制砖师傅 对机器一窍不通 烧出的砖头成了谁都不要的次品 机器也报废 雪上加霜的是 砖厂还出了事故 少安拿不出钱 给那些跟着他干了一个多月的人发工资 没想到一个冒牌师傅 让他一夜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从巅峰滑落的巨大转折 让少安意识到 没错 他抓准了机遇 所以一路顺风顺水 反而降低了警惕心 最后只能失败 但很多人在失败之后 马上否定自己 而少安 只想用那垂头丧气的时间 去找出问题的根本 他从来不信天 只信凡事皆有因果 他意识到 只有用沉稳的脚步去走创业之路 才能稳扎稳打 就算遇到危险 也能安然度过 孙少安决定再一次出发 先是借钱还给给他干活的农民 然后筹款买了新的置砖机重新开张 后来又收下一个快倒闭的专厂 破产的局面马上被打破 新的专厂开始大把盈利 再一次让少安赚到了钱 这次致富后 少安想为村民们做点什么 他出钱重新修缮了双水村小学 为孩子们的学习带来保障 双水村几代人的命运 也发生了改变 可是在书的结尾 悲剧再一次来袭 一直认定少安 支持少安 爱着少安的妻子秀莲 在陪着孙少安的日子中 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尤其是在他破产的半年来 孙少安真正体验到 什么叫患难夫妻 秀莲不仅像他一样 承受着破产的痛苦 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 他给他说宽心话 给他温柔地关爱和体贴 甚至在他苦闷至极 无端地向他发火的时候 他也心甘情愿地 当他的出气筒 在知道妻子时日不多的时刻 少安才深深体会到爱情 一直以来 润叶曾是少安心中 不敢去想的遗憾 生活的悲苦和辛劳 让他不再去想爱情是什么 但秀莲的爱与陪伴 已经融入到他的生命 但是老天就是那么无情 生活就是那么残酷 每当你经历过一个又一个坎 以为岁月终将能安好的时候 却再一次成为苦难的誓言品 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美好的结局 人生中的遗憾才是真正的生活 生活的磨难提醒着每个人 我们本就平凡 和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 是我们近年来听过最多的话语 但这不应该是自我安慰 很多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接受平凡 并不意味着成为平庸的人 因为平庸者的平凡 是思想上甘于堕落 总是将幻想视为梦想 他们是在日常生活中迷失的人 其实作者路遥早就在书中 用朴实的语言写出真理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 即使最平凡的人 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 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只有经历了为梦想奋斗 与苦难洗礼的人 才会有云淡风轻的资格 和笑谈人生的底气 当我们经历得失后 得到的这个平凡的答案 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庸俗和浅见 而经历了这些起落和历练 才能真正体会到平凡世界的真谓 你我都是平凡的人 愿我们都有闪光的一生 到这里 《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我们就学完了 还记不记得普述的那首歌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的确 平凡是人生唯一的答案 但平凡却从不平庸 是我们用力生活后坚定的回答 现在为你总结一下 这本书中 我们带你从三个角度掌握了 如何在平凡世界中跨越平庸 首先是 读书能帮助我们找到梦想之路 你不仅仅可以通过读书 解答当下的困惑 获得能力提升 更重要的是 在勤学苦读中 开阔了事业 磨练了心智 而读书也常给予努力的人 丰厚的回报 能够帮助你突破物质阻碍 收获新的自己 然后是 当过的空虚之时 可以用梦想突破舒适圈 梦想不同于幻想 梦想是我们当下去做的事情 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 而为梦想奋斗的人 总是充实的 快乐的 满心希望的 这便是梦想 带给我们的正能量 最后是 与自己和解 看淡人生 得失苦难 没人可以顺风顺水 走过一生 起起落落 才是人生常态 顺境时 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并不代表人生的本质 而逆境时 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才是真正的人生境界 当你领悟这一点 就不要纠结于 人生的不幸 而要记得 经历一切的你 使更好 更成熟的自己 正如白鹿原作者 陈忠实的评价 本书浓缩了 人生真实苦难的情感 那种历尽沧桑之后的 无量宽容 以及为生而坚定信念的 阴阴期待 无一不再打动着我 震撼着我 相信 你也感同身受 不过 看书只是改变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提供知识 但却无法提供行为 如果想真正让我们的生活 通过读书 慢慢发生改善 变得更好 还需要我们在生活中 将这些书中的思想和观点 加以践行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